安禄山有野心 但也有军事才能 在他身为唐朝边防大将 抵御外敌入侵的过程中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 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同时安禄山又能够揣摩唐玄宗的心思 善于用花言巧语来讨唐玄宗的欢心 在唐玄宗眼中 安禄山是一个有用 用起来又很顺手的人 所以安禄山受到了唐玄宗 无以附加的宠信 在唐玄宗的不断提拔之下 安禄山的地位一步步上升 不仅身兼三阵截度时 手下有超过二十万的兵马 占到了唐朝全部边防军 百分之四十的兵力 而且掌握了整个河北道 所有官员的升迁处置权 形成了难以撼动的个人势力 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随着权力越来越大 安禄山的野心也在进一步膨胀 很多证据显示 在天保后期 安禄山逐渐暴露出谋反的迹象 那么对安禄山一直心怀妒忌的宰相杨国忠 以及对安禄山一贯信任有加的唐玄宗 这一对军臣又将会怎样应对这件事呢 中央民主大学蒙曼副教授走进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玄宗与杨贵妃指 皇帝向左 宰相向右 敬请关注 天保十三载的正月 安禄山的风尘仆仆的就从范阳赶到花青宫了 见到唐玄宗就扑倒在他的脚下 说呀 臣本胡人是陛下把我着拔到这个地位的 我对陛下是赤胆忠心的 可是呢 我现在对杨国忠记恨 我活不了几天了 请陛下救我 那咱们上级不是还说 安禄山是极其得宠的一个将军吗 怎么会忽然狼狈到这个地步呢 他跟杨国忠又有些什么关系 原来呀 是杨国忠在唐玄宗面前告他的状 说他有反心 要造反 而且呢 杨国忠怕唐玄宗不信 还激了他一句 说不信你陛下你招一招他来朝廷看 他保证不来 那唐玄宗呢 就真的下了一道命令 招这个安禄山入朝 那我们现在就要说一说了 这个杨国忠是一个宰相 安禄山是一个边疆 杨国忠为什么要说安禄山谋反呢 其实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他觉得自己控制不了安禄山 杨国忠自从当上宰相之后 大权独揽 恨不得把整个朝廷都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可是他几乎凭本能就知道 有一个人他控制不了 谁呢 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得宠的程度绝不在他之下 而且安禄山还经常对他表现出一副极其轻蔑的样子 这让杨国忠觉得受不了 那控制不了怎么办呢 控制不了他呀 干脆把他整倒算了 这是一个全臣思维 那可是整倒他怎么整倒呢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文官要想整倒武官 有一个理由是通用的 什么理由啊 就是谋反了 所以呢 杨国忠也就在唐玄宗面前整天说安禄山要谋反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谋反呢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 是一件大事 你不能红口白牙瞎说人家谋反 你要是告谁谋反 总得有点证据 那么杨国忠这时候有没有证据呢 根据现在史书的记载啊 他还真有一些证据 什么证据呢 第一个 他说安禄山续养壮士 安禄山不是经常抓俘虏吗 抓来骁勇的俘虏 既不杀也不放 都收到自己麾下当兵了 按资质通鉴的记载啊 他养了铜锣 锡和契丹 就是三个少数民族的俘虏 八千余人 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称号 叫叶洛和 叶洛和是什么意思呢 叶洛和呀 就是突厥与壮士的意思 这八千壮士 都被安禄山纳入麾下 成了他的亲兵了 而且他还认他们为干儿子 一个人八千多干儿子 那你要是没有野心的话 你认那么多干儿子干嘛呀 第二个呀 还说他招纳谋成 这个我们也讲过 自从李林府和杨国中 相继当政以后 文人在朝廷上出路很窄 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就到边疆节度市 回下去了 其中有一个人呢 叫高尚 原名高不威 又高又不危险 咱们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名字起的挺有点意思 高不威呢 他就是幽州人 非常的有文词 可是啊 就是郁郁不得知 在穷困潦倒之中 高不威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呀 高不威举大事而死 岂能灭草根求活也 说我高不威 宁可做大事去死 也不想啊 过这种穷困潦倒的日子 安诺山一听这话说的有意思 就把他给招到自己 回下当谋士来了 事实上呢 当时在安诺山手底下 这样的谋士可不止一个 那阳国中就说了 你要是没有野心 你要那么多谋尘 干什么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储备物资 安诺山都储备什么了 首先就是储备钱了呀 安诺山不是速特人吗 对赚钱最有研究了 自从他当上泛阳平卢 和这个河东三道节度使之后呢 他就招纳了大量的速特商人 在自己的手下 派他们四处去经商 贩运物资给他赚钱 那么赚来钱干什么呢 安诺山就干两件事 第一买马 第二买兵器 他买了多少马呢 安诺山手底下的两马 就有五万多匹 这五万多匹马足够建立一只 非常有规模的骑兵了 骑兵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要知道 在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 骑兵就相当于现在 飞机加坦克的分量 有这么多马 安诺山的实力一下就抢了 不仅买马 他呢 当时还在就是泛阳城北边 修了一个雄武城 专门筑仓粮草 那杨国荣就说了 你没有野心 你要这么多物资干什么呀 不过我们现在听这几条理由 感觉也疑似之间吧 你说他有这么一些举动 是想要谋反是有野心也可以 但是你要说他仅仅是想加强自己的力量 更好的被唐朝保卫边疆 不也可以 这三条理由都是很疑惑的 但是我们要再说第四个理由 大家就觉得可无论如何都不能往好里想 第四个理由是什么呢 私做官服 咱们都知道这个官服啊 是一个官员身份的标志 它不是随便瞎做的 而且唐朝这个官服呢 它的颜色和品级是一一对应的 比方说你是三品官 你就可以穿紫袍子了 你是五品官 你可以穿红袍子 与此类推 不同的颜色 有不同的品级 那一般人不能瞎做 可是安路山不同 安路山在他的河北那招纳了一些土裁缝 拿了一些红的紫的衣料 就开始自己做官服 而且还做了很多 那一个人要是没有野心 不想当皇帝 你没事在那自己做官服干什么 所以说呀 这个杨国忠当时怀疑安路山呢 也是有很多道理的 才向杨国忠搜集到的证据 确实显示安路山有谋法的证据 那我们就有疑问了 唐贤宗对安路山那么好 既给了他很大的权力 又给了他无比的主敬 甚至还让杨贵妃认了他 不安了不算 作为一个臣子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为什么没有谋法呢 这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 这个皇帝的生活太迷人了 安路山太羡慕了 我们说过安路山是一个苦孩子出身 后来虽然是当了军官 也还是在塞外苦寒之地 生活本来是比较淳朴的 可是自从搬了节度使经常出入长安之后 他的眼界可就一下子打开了 长安真好啊 那是帝国的首都啊 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什么他都没见过 特别是长安里头那个宫廷 在天保年间因为物资特别丰富 又因为唐宣宗丹于享乐 所以应有尽有 特别的富贵风流 那在这种生活之中呢 有两件事 安路山特别的羡慕 什么事情啊 第一个呀 美女他特别羡慕 我们不是讲过啊 安路山是这个 杨贵妃姐妹的单哥哥 又是杨贵妃的单儿子吗 这些都是大美女 当时二三十岁之间 丰满成熟艳丽 浑身散发着贵族女性的迷人 气息 安路山一下子看傻了 这还是人吗 这是神仙姐姐呀 再一看满宫 后宫家里三仙人 个个都是神仙姐姐呀 美女他喜欢 另外呢 还有一样东西很吸引他 什么呢 娱乐活动 一般唱歌跳舞 安路山都见过 但是让他最感兴趣的是舞马 就是跳舞的马呀 玄宗不是爱好文艺吗 组建了一支舞马队 每次宴会的时候 让这些马呢 一边嘴里叼着酒杯 一边啊 那个四题 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舞 这让安路山太震撼了 他跟马打了半辈子交道了 只知道马能上战场冲锋建阵 不知道马还能跳舞 这优雅和粗野之间的区别 怎么就那么大呢 那现在面对着宫廷生活的诱惑 安路山也是一阵一阵的犯这个酸水啊 当皇帝势必当节度时好玩啊 第一个原因 皇帝生活他羡慕 第二个 中原武装力量水平太差 安路山太轻视了 这个我们也说过 自从开元中西来复兵制解体之后呢 军事上就形成外中内清的格局了 军精兵强将都聚集在节度时的麾下 中原没有兵 如果说有兵的话 也就是皇帝还有几万禁军 可是这几万禁军啊 因为开元天保年间 长期太平 没有打仗 也就没有正规的训练 他也渐渐腐败了 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从根上就烂了 从兵源就开始乱了 当时唐朝也好啊 其他朝代也好 都有摇曳制度 就是老百姓啊 你每年要给朝廷无常的干些活 无常的服老义 这叫做摇曳 但如果你要是当兵的话 你就不用服这个摇曳了 因为你服兵义了 所以看准了这个事情了 长安城里好多商人呢 一般的市民呢 就都花钱托关系 把自己的名字挂到禁军的军级里头去 我是军人了 不用服摇曳了 可是这些人哪能是真的去当兵啊 也就是偶尔去挂个名报个道而已啊 平常该干嘛干嘛 做生意做生意啊 干别的 做手工艺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 长安的禁军可就覆盖了 有钱的吃好的 穿好的 没钱 但是身体好的 就又玩又乐 反正不过是吃喝玩乐 几样 别的都不会 打仗 没听说过 那么安禄山 本来他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可是他往来长安 时间长了 慢慢就了解了 禁军呢 不过就是这样一些人呢 别看是皇帝的军队 比他的夜落河可差远了 所以不由得非常亲密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唐玄宗一年比一年年纪大 他也开始担心了 安禄山从开元二十四年开始 跟唐玄宗打交道 眼看着唐玄宗 从一个精壮的中年人 变成了一个七十老翁 那当年他为了八阶皇帝 不拜太子 那固然是神来之力 可是也把太子给得罪了 俗话说 人生七十古来西 谁知道唐玄宗还能活几年了 一旦太子接班 他安禄山会不会 还有好果子去 想到这点 安禄山也很紧张 那这样 一来是羡慕皇帝的生活 二来是轻灭皇帝的装备 三来是害怕皇帝死后 他的前途成问题 安禄山就渐渐产生造反的想法 也就开始一点一点的 做着造反的准备 谋反可是大事 弄不好就是诛灭九族的罪 安禄山既然想谋反 他就要做方方面面的准备 但是俗话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安禄山再怎么小心 他在进行各项准备的时候 也会露出一些令人生疑的蛛丝马迹 所以当时 不光是看他不顺眼的宰相杨国忠认为 他要谋反 很多演名的人都曾经向唐玄宗举报 说安禄山有谋反的迹象 那么一向自视甚高的唐玄宗 在听到这些说法之后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群众的眼睛路是雪亮的 既然安禄山做准备了 很多人就看出来了 所以当时告安禄山谋反的 倒不仅仅是杨国忠一个 那这样的意见听多了 唐玄宗也就有点不踏实了 现在宰相又提起来说安禄山要造反 那索性就听一回宰相杨国忠的意见 干脆宣安禄山入朝 试一试他 那么皇帝宣安禄山入朝了 安禄山肺都气炸了 本来安禄山早想反 但是一直没反 为什么呀 他就顾虑两个人 哪两个人呢 一个是唐玄宗 他觉得唐玄宗有恩与他 造他的反有点于心不忍 第二个就是老宰相李林甫 他为什么怕李林甫 因为他觉得李林甫太强了 他玩不过李林甫 当年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 确实从 每次和安禄山说话 都事先揣摩清楚了安禄山的意思 预先就把安禄山想要说的话 替他说出来了 这样一来安禄山可太服气了 我整天骗皇帝 骗得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怎么我从来就骗不了李林甫呢 非常佩服李林甫 佩服到什么程度呢 每次一跟李林甫说话 不管是多冷的天 安禄山都吓得大汗淋漓 穿皮袍子嘛 三层皮袍子都打透了 那这个时候啊 李林甫一看他那么紧张的样子 在好言好语的安慰他 有时候还解下自己的袍子 给他披上 恩威病时 一下子让安禄山是又敬又畏 心甘情愿的管李林甫叫石狼 我们说过唐朝仆人官主人 他叫狼呢 所以他管李林甫叫石狼 是很谦卑的一个称呼 安禄山不是啊 在朝廷里派眼线吗 经常要探听朝廷的活动啊 每次这些眼线 回到泛阳去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总是问 石狼说什么没有啊 如果说这些眼线说了 石狼说你挺好的 安禄山就特别兴奋 一整天都笑嘻嘻的 那如果哪一次眼线说了 石狼说呀 让你好好的 别乱闹 安禄山呢 就像小孩子一样 往床上一扑 说呀 我死已 完啦完啦 特别害怕这个李林甫 在安禄山看来啊 他跟李林甫什么关系啊 那就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反正呢 有李林甫在那 他心里就觉得堵在荒 头上就觉得有大石头 就不敢乱堵 可是现在李林甫死了呀 这个杨国忠当了宰相了 杨国忠算什么东西啊 当年安禄山当御史大夫的时候 杨国忠才当到御史中成啊 每次都巴结安禄山 安禄山不是胖吗 上下台阶的时候 这个杨国忠都掺着他 就这样的一个小憋三 也来当宰相 安禄山对朝廷的敬畏感呢 一下子就削减了一大半了 心里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是不是要开始造反了 就正在这时候呢 他接到了朝廷宣他去 入朝的这个赤树 那你想安禄山能不弃吗 你们这不行了 我还没找你们的麻烦呢 你们倒先来找我的麻烦 你不是说我要造反吗 我有一天一定要造反给你 烦心坚定 不过呢 尽管是下定了决心要造反 也得先处理眼前这个难题 皇帝召唤他了 是去还是不去呢 如果不去吧 那就是大将在外 不听皇帝召唤了 那不就坐实了人家杨国忠 说他造反这件事了吗 他虽然是想造反 但是当时也确实还没有准备好 不能贸然不去 可是去呢 去也有去的风险呢 军心难测呀 万一去了就回不来可怎么办呢 安禄山是左思右想 把利弊权衡了好几遭之后啊 最后他决定了 索性贸易八线 当即入朝 毕竟他给皇帝干了这么多年了 他觉得呀 皇帝不会真的杀了他 就这样啊 安禄山接到这个赤令之后 就兴夜兼城赶到长安了 赶到长安之后呢 当时唐玄宗正在滑青池泡温泉的嘛 他就扑倒在唐玄宗的脚下 说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番话啊 这个陈本胡人陛下冲锁致辞 为国中所及 臣死无日以 说完之后 眼泪像自来水 在自来水一下就流下来了 那唐玄宗一看 哎 很感动 很感动的同时又很尴尬 原来这个臣子 这个将军没有问题啊 安禄山为我效力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现在怎么就因为杨国中 说两句闲话 就信以为真 怀疑大臣们 赶紧给点补偿吧 赏了安禄山一大笔钱 那照理说 安禄山这次入朝 确实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他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他应该就可以回去了 而且呢 虽然这次冒险通关了 但是毕竟朝廷也起了疑心了 是不是以后就要收敛一点了 那是我们的想法 不是安禄山的想法 安禄山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一代萧雄王 从偷羊贼一路走到捷渡市 中间几次冒着杀头的风险 他可从来不是胆笑怕事之人 一看这次入朝来对了 皇帝居然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安禄山就想什么了 他想我还不如利用他这种愧疚之情 再捞点好处 得寸进尺了 捞什么好处呢 首先他就给自己要了一个官 什么官啊 安禄山要求监领 贤旧和拢幼群牧师 简而言之就是啊 国家军马场的负责人 当年开元前期的时候 唐玄宗的宠臣王毛仲 担任过这个官职 现在呢 安禄山要 那唐玄宗当时对他啊 感觉有点对不起吗 所以满口答应了 这一下子国家的羊马场 可就兴了安了 安禄山第一时间就派心腹到这个羊马场去选了几千匹羊马 又充实到他的泛羊骑兵队里去 这是给自己要官 给自己要官还不够 安禄山还乘胜追击 给部下也要官 怎么样呢 他说呀 臣所部将士讨西契丹 九姓铜锣等 薰孝甚多 岂不拘禅阁 超资加赏 仍讨血告身 处臣 君寿主 什么意思呢 我的部下打西人契丹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都立了战功的 请求陛下给他们一个官等 但是呢 立功的将士太多了 我都不好意思麻烦陛下您一个一个写名字 干脆您就给我一些空白告身 也就是空白委认状 让我带回军队自己写好 你想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跟皇帝索取人事权呢 人事权可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 这下唐玄宗能给吗 唐玄宗啊 连眉头都没皱 没皱一下 又给了 给了多少呢 给了安禄山五百多个将军的委任状 两千多个中王将的委任状 这不要说武装他安禄山的军队 武装一个国家都够了呀 那眼看好处捞得差不多了 天保十三载的三月 安禄山入朝三个月之后啊 他就提出来了 前线不可无人 我得回去了 那么唐玄宗呢 又是当即批准 不仅批准 他走的时候啊 唐玄宗还解下自己的龙袍 给他批到身上了 什么意思呀 还不是笼络他呀 你看我这次对不起你啊 但是呢 请你以后继续赤胆忠心 别看安禄山在皇帝这装的挺坦然的 但是其实啊 他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呢 皇帝一让他走 他是啊 马上急需出关了 坐着船顺流而下了 而且呢 沿途不停船不上岸 倩夫都安排好了 每十五里路安排一匹倩夫 在这给他拉船 兴夜兼程赶回他的老巢范阳 一天就要走三四百里的水路 安禄山为什么这么急呀 就说明他心里害怕呀 他又唯恐唐玄宗忽然想明白了 不让他回去 那为什么走水路不走汉路还不下船呢 他也害怕杨国忠在路上暗算他呀 直到平安回到范阳了 安禄山呢 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呀 总算平安到家咯 总算是逃出牢笼 想一想自己这次冒险 再看一看身上这件龙袍 安禄山什么想法呀 天意呀 皇帝不仅没有杀我 还把龙袍给我 这不是把皇帝的接力棒交到我的手里了 我不反不行啊 这是安禄山这篇 眼看放走了安禄山 杨国忠可是气坏了 这不是放骨灰山吗 但他现在也没什么话可说 安禄山在长安的表演 太麻烦了 他再说什么 唐玄宗也不会相信 杨国忠想整倒安禄山 这一次算是没有机会了 那么杨国忠还能够再找到机会吗 杨国忠觉得呀 钓大鱼嘛 用大二 干脆呀 这次招他来中央 让他当宰相 怎么就想起宰相这回事来了 原来呀 这个天保十三载 上一次安禄山入朝的时候 唐玄宗曾经想过要让他当宰相 只不过杨国忠当时不干 杨国忠说 他是有战功 但是呢 安禄山这个人大字不识一个睁眼瞎 那你让他当宰相 不是肆宜会笑话我们大唐无人吗 当时当这个唐玄宗一平也是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了 那后来这个安禄山回去的时候呢 唐玄宗让高丽氏去送行 高丽氏回来还讲 安禄山因为这个事情很不满意 那既然安禄山很想当宰相 何不就拿宰相这个头衔做诱饵 吊一吊他呢 如果吊他他来了 马上把他扣住 然后再派三个将军 分别去担任范阳平鲁和河东节度使 这样安禄山的势力不就给分割开来了 杨国忠越想越觉得自己主意好 就跟唐玄宗回报 那么这次唐玄宗什么反应呢 唐玄宗老听着别人说安禄山谋反 他也不是完全不担心的 心里有点松动 想想他当宰相也不错呀 也算对得起他了 然后呢再把他势力分割开来 这个就没有造反的可能了 也行 就开始让人去起草命向赤叔 可是这个赤叔起草好 即将发下去的时候 又出差错了 唐玄宗又有点犹豫了 真要把安禄山给架空吗 万一他没有反心怎么办呢 这不是冤枉了吗 再说了 东北的西人和契丹人就靠他在那震慑呢 万一把他调到朝廷来 再把他的势力一分为三 河北那边又闹起来怎么办呢 这不是德不偿失吗 怎么办呢 唐玄宗决定暂时把这个事情压一压 先不认命他当宰相 先派一个人去看一看情况 派谁去呢 自古皇帝啊 信宦官的 唐玄宗就派了一个宦官 名字叫做府妙林 让他去了 给了他一些珍贵的水果 表面是赏赐安禄山吃水果 实际上是看一看他有没有犯心 那如果说这个宦官是一个好人的话 仔细去访查 应该说也是能访查出一些问题的 安禄山那边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啊 可是啊坏就坏在这个宦官身上 这个宦官呢是个财迷 唐玄宗让他去找安禄山 去查看情况 他是直接奔着钱就下去了 那安禄山对付这些朝廷派来的使者 是最有手段的 最有经验的了 一看啊 宦官来了 马上好吃好喝好招待 然后陪着玩一玩 走的时候塞一大笔金银财宝给他 恭恭敬敬打发他上路 傅妙林在长安市 在这个啊 范阳没少待了啊 这个日子 但是呢 什么情况也没看到 另外他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 拿了人家安禄山那么多好处 回来当然要给安禄山说好话了 所以傅妙林回到这个长安之后啊 就跟唐玄宗汇报 盛赛安禄山市 劫中奉夺 绝无二谢 那听完这个傅妙林的这个汇报呢 唐玄宗啊 也就把拜相的赤叔给扔到一边去 跟杨国中讲 说呢 路山 朕推心待之 必无意志 东北二鲁 集其真恶 朕自报之 清等 慕忧也 说安禄山呢 我推心智府对待他 他不会有二心的 东北的这个西河契丹 是靠他来震慑的 所以我自己保他无事 你们也就不要再下笑 这样一来呢 朝廷又一次失去控制安禄山的机会了 为什么唐玄宗不相信呢 我想这里是有理由的 第一个理由啊 唐玄宗这时候太自负了 他这一生啊 其实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当年他要皇位 皇位有了 他要安定 安定有了 他要富裕富裕有了 他要文质文质有了 他要武功 武功也有了 甚至他要美人 美人也有了 所以他对自己是相当的自负 相当的自恋 他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拥护他 赞美他 他就不能想象 还有人会反抗他 这是第一点 太自恋了 第二点 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是什么呀 是他对边将的威胁啊 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力 要知道这时候唐朝建立到唐玄宗已经一百多年了 动乱是很多的 但是所有成功的政变都是公平政变 从来没有边将反叛中央还能成功的先例 这样呢 就使得唐玄宗对公平政变特别敏感 但是对边将的防范就不太严格 因为没有先例啊 没有前者之鉴呢 那可能有人说不对啊 王中寺皇府为名也是边将 唐玄宗不是也很防范他们吗 是防范他们 但是那是因为王中寺和皇府为名跟太子有勾结 唐玄宗才会敏感的 换句话说 他真正敏感的还是太子 而不是边将 他的思维就固定在宫廷政变 他想不到边将有危险 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啊 唐田基之所以没有边将叛乱 那是因为内众外倾的军事格局 边将没有实力 可是到了开元天保年间 军事格局已经变为外众内倾了 边将抵抗中央绰绰有余啊 因此他们也就不当那么可靠了 他没有认清形势 那大家看现在节度史制度本来就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唐玄宗无原则的纵容安禄山 又使得这个危险变大 这个时候宰相杨国中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是一个好宰相 他应该一边劝谏着唐玄宗 让他意识到危险 另外一方面呢 他应该加强守备 尽可能的推迟啊 减缓安禄山以后可能形成的危害 可是杨国中是不是这样啊 杨国中不是啊 杨国中他不是一个好宰相 我们开始就说了 他之所以告安禄山谋反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宠的私心 而不是为国家考虑啊 那他现在看他屡次告状 唐玄宗屡次不相信 他产生什么想法了 他产生了把安禄山逼反的想法了 我说他反你不信 我逼他反 我一定让你相信 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我是值得同性的 他是不值得 他不顾国家安危 想要去逼安禄山造反 那怎么逼呢 杨国中啊 干脆去抄安禄山他们家了 常玄宗不是给安禄山 在长安建了一个豪宅吗 杨国中啊 没有任何搜查证明 直接就进去非查搜查去 搜查什么呀 当然是谋反的证据 那这些安禄山 怎么可能把谋反证据放在家里呢 所以什么也没查到 但是物证没有 那嫌疑人也得抓起来呀 正好当时安禄山有几个门客 在这给他看房子呢 得了 一下子都给抓到御史台去了 一顿情绪逼供 几个人都死在那 那这一下子 安禄山可是被激怒了 本来他是想反 但是一直感念着 唐玄宗对他的高天后地之恩 是想玄宗死后再发难的 可是既然现在阳国中苦苦相逼 那只能是对不起了 怎么办呢 就在天保十四载的区域 安禄山上报朝廷 说我想给朝廷送三千匹好马去 每一个马我派两个马夫跟着 这不一共六千马夫吗 我再派二十二个胡人将领去带着送到长安去 这什么意思呀 这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哪是送马呀 这送来的不是齐齐小分队吗 事情做的这么露骨 连唐玄宗都觉得心里没铺了 怎么办呢 唐玄宗又派了一个宦官去了 这次他派的宦官叫冯神威 去的同时呢 还拿着唐玄宗的一封亲笔诏书 这诏书上就写呀 马呢 请你不要送了 我们会派人去拿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呀 在华清池给你凿了一个单人的恩权 请你来和我一起泡温泉 封神威带着这封手持到范阳了 一到范阳他就发现不对了 以往宦官到范阳的时候啊 安禄山什么态度啊 比见亲爹还亲呢 可是这次封神威到了范阳了 安禄山就在那个壶床上坐着 连站都没站起来一下 微微欠了一下身 说呀 圣人还好吗 圣人是唐朝人对皇帝的称呼 冯神威说还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诏书拿来给他看了 安禄山一看呢 都笑起来了 现在想让我到长安是吧 想抓我是不是啊 想杀我是不是啊 万喽 那么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对冯神威讲啊 马不送是可以的 十月份我也一定会到长安的 这块看起来都是肯定答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冯神威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十月份安禄山到长安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时候啊 真是连傻子都知道 一场暴风雨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么这场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势爆发呢 请看下期 请看下期